下面稍微讲一下大数定律 这是数学和概率论中最直观的定律之一 该定律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但时常被误用或错误理解 我将用比较正式的数学方式来讲解 首先给出然后讲如何直观理解 假设我有随机变量X 我讲过期望值或者说总体均值 大数定律是说 随机变量的N次观测样本 将所有观测值平均起来 定义变量XN上面一横表示该平均值 这是随机变量N次观测的均值 比如这是第一次观测 也就是第一次试验得到的值 然后再进行试验又得到一个值 总共实验N次最后除以观测次数N 这是样本均值 所有这些观测的均值 大数定律是说样本均值 趋近于随机变量的期望值 或者说N趋于无穷时 样本均值 趋于总体样本 这里趋近或收敛说的有些不正式 不过大体思路就是这样 样本量足够大的时候 样本均值接近期望值 这应该很容易理解 样本量大做足够多的实验 实验更可能给出正确的期望值 但为什么如此 通常会有一些误解 首先我要讲一个特定例子 大数定律是说 假设随机变量X等于 跑100次硬币得到正面的次数 我们知道该随机变量的期望值 等于投掷次数或者说试验次数 乘以一次试验成功的概率 也就是50 大数定律是说 如果样本量足够大 那么样本均值将趋近于期望值 这里 一次试验值100枚硬币抛出 或放在盒子里 第一次试验摇盒子得到55枚正面 这是X1 然后第二次摇盒子得到65枚正面 第三次摇盒子得到45枚正面 总共摇N次 全部相加除以次数 根据大数定律 这些观测值的均值 将收敛于50 随着N趋于无穷 我将讲解如何直观理解 为何会如此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100次试验后 如果正面数高于均值 则定律会让后面的正面数更少 这不对 这通常被称作赌徒谬论 我用这个例子区分下 我画个图 画个颜色 这是N 横轴表示N 试验次数 而纵轴表示样本均值 我们知道 该随机变量的期望值是50 画上来 这是50 使用上面的例子 我来画一下 第一次试验是55 这是均值 因为只有一个数据 二次试验后 第二次是65 于是均值就是65 加上55除以2 即60 均值于是上升了一点 然后得到45 这会稍微降低均值 此时均值不是45 均值要把前三个数都加起来 除以3 55加65 等于120 然后120加45 等于165 除以3 165除以3 等于55 均值下降到55 之后继续试验 有人会认为 三次试验后均值是这么多 那么根据大数定律 以后得到正面会更少 以后试验数字会减小 以拉低均值 并非如此 之后的概率是一样的 得到正面的概率 永远是50% 并不会因为之前 正面得到的多 后面就会得到的少 来补偿 这是赌徒谬误 并不是说 长时间不成比例的 得到正面 那么之后 就更有可能 不成比例的 得到反面 大数定律 不关心前面发生的情况 比如有限次试验之后 可能得到的平均值在70 可能性很小 但还是有 你会说 哇 比期望值高出了很多 大数定律 则根本不关心 这些有限次试验 后面还剩下 无限次试验 这无限次试验的 期望值是50 将有限个平均值 高于期望值的数 同无限个收敛于 期望值的数 一起求均值 最后肯定收敛回 期望值 我的这种说法 比较随意 但这就是大数定律 所讲的 这很重要 并不是说 开始的正面多 后面就会 反面多来弥补 收敛于期望值 只是因为后面 还有无限次收敛于 期望值的试验 让前面的有限次试验 根本可以忽略 只要后面试验的数字足够多 最后仍然会 收敛回期望值 这很重要 不过买彩票和赌博的人 并没有遵循这个原则 样本足够大的话 我们能算出赢大钱的概率 赌徒们不遵循这一原则 但赌场是知道的 短期内少量样本时 有些人能打败庄稼 但长期来看 庄稼肯定是赢的 因为赌局的参数 是他们定的 总之 该概念非常重要 也很直观 只是正式描述为 随机变量后 显得有点让人畏惧 它其实也就是说 随着样本数的增加 样本均值 将近似于真正的期望值 或者说 样本均值将收敛于 总体均值 或随机变量期望值 好了 下次再见